而且那日本古堡界的漫畫大師居然只有第12名 據說呢 通常動漫的電影版的電影票房收入跟漫畫家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並不會因此增加漫畫家的收入 可以說是與它無關喔 超驚訝的對吧 當然 高速電影真的超熱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resy三長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那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日本動漫界不為人知的秘密 漫畫家到底能賺多少 你的新牌合法Top10 耶 說到最近最火火的動漫電影肯定是冠人高手了 冠人高手真的是太好看了 還沒有看的人一定要去看喔 那看完電影完全就是在看一場比賽跟人生 而且這部片竟然破了我的單片電影流淚次數 我看這場電影得過過5次 真的是太感人太吹淚了 可是有很多好笑的場面 然後雖然3D的動畫呈現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但真的是看了很滿足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去年為止的年薪排行榜 看看有沒有你心目中的動漫作家呢 那首先是第12名 欸 為什麼要從第12名開始呢 沒錯 因為第12名就是我們的 那他除了勾寫我們童年回憶的灌籃高手之外呢 還有讓人見客 等代表作也得了無數個漫畫大賞獎項喔 那我們一般人可能會覺得 欸 有得獎很厲害 很值得開心的感覺 但據說漫畫家本人呢 在漫畫家的這個圈子裡面 他們比較認為是 就是 比起得獎 作品大賣才是重要的 這樣子 所以呢 漫畫家本人們 似乎沒有那麼重視得獎這件事情 那大家可能會想問 在日本的漫畫大賞裡面 哪一個獎項才是最具有權威 最指標性的呢 那雖然日本的漫畫大賞獎 獎項也很多喔 但一般被認為是 沒錯 就是那個漫畫大神 首種智慧 文化賞 這是日本很大的招日新聞 設在1997年創立的獎項 也不過呢 也曾經有讀者投票第一名的漫畫 就是我們滴滴大秘的 連續三年入圍後都沒能得獎 那由此可見 作品有沒有認賣 並不是獎項得獎的考量 並不是人氣高的漫畫 就可以得到大賞得獎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可是他現在在上映的灌籃高手 電影版超級人氣的 票房一定也很可觀 漫畫家收入應該也增加不少吧 可是令人震驚的是 據說呢通常動漫的電影版的 電影票房收入跟漫畫家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並不會因此增加漫畫家的收入 可以說是與他無關喔 超驚訝的對吧 但是藉由電影的人買 也會促進他漫畫原作系列的暢銷 等於算是有間接性的增加收益的可能 那不曉得灌籃高手電影版上映了之後 未來原作漫畫還可以再賣出幾本 那都公佈第十二名了 現在就來公佈第十一名吧 那第十一名呢是東京郭東京餐總 這叫餐喔 石大水 那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 欸我個人是感到很意外 因為覺得這個作者也還算是 比較後來新興的作者 那他的排行居然在灌籃高手的作者之前 那這部漫畫從2014年開始被作成動漫 2015年就有做成舞台劇啊 那2017年又有真人版電影 也是非常人氣的作品喔 那接下來公佈第十名 是僕のヒローアカデミア 我的英雄學院的絕月更平 那這部漫畫呢在2014年的時候開始連載 從連載開始接近一年三個月的時間 就被決定要製作成動漫 是個很迅速熱賣的作品 那2018年有第一部電影劇場版 那2019年又有第二部劇場版 那據說呢這部動漫在最火紅的時候 動漫的發行測數是 一千三百萬本喔 估讀版稅有五億兩千萬日幣 那現在也被說應該是不低於兩億三千萬喔 那再來公佈第九名 キンクダム 王者天下 元太久 那他跟灌籃高手的錦上雄焰一樣 都有得過首重智慧文化賞喔 那這部在台灣的印象我覺得感覺是比較 熱愛動漫的人比較會知道 平常沒有特別在追動漫的人 可能比較沒有看過 甚至沒有聽過 那這部漫畫在日本連載了十年之久 是個超人氣的作品 有很多藝人還有運動選手都表示很喜歡這部作品喔 那漫畫的單行本發行測數也在持續增加中 那從版稅還有周邊商品的營業額被推估有 兩億五千萬元的年收 好接下來公佈第八名 是我們大家的童年會議 阿伯伴麵麵包超人的柳瀉隆 那他在94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他生前是個漫畫家之外 也是衛本家 也是個詩人喔 那他還有擔任日本的社團法人日本漫畫家協會代表理事 理事長還有社團法人日本漫畫家協會代表理事會長 唸完了 在業界是以漫畫界大佬眾所皆知 那麵包超人在日本1988年的時候 開始在電視上播放 無論是什麼年代都被受小朋友歡迎 包括動漫啊、漫畫、還有原畫 以及著作權、版稅、周邊商品 那他營業額被說有兩億六千五百萬的年收 好再來公佈第七名 是被稱之為新時代的神作 進擊的巨人 劍三創 那2009年開始連載的《進擊的巨人》 這部非常衝擊性的內容 我一開始也覺得有點可怕 但是覺得太好看了 待會在主角エレン被巨人吃掉的時候 開始引起很大的話題 然後在2013年的時候被製作成動漫之後 又更是掀起一波熱潮 那漫畫的累計發行測數也超過了五千萬本 劇場版電影、真人版電影 還有跟日本環球影城合作的 這個呈現進擊的巨人展 也是大受好評 那作者的年收也是大幅提升了 好那接下來公佈第六名 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的 火影忍者的暗本起始 火影忍者在1999年 1999年開始連載漫畫單型本 發行測數光是日本國內就超過了一億本喔 非常客觀 是個超熱賣作品 而它的人氣也不僅限於日本 動漫在全世界各國都有被播放 也是非常的人氣 好 那我們排行接下來過半數囉 大家覺得還有哪些作家沒有出來呢 是不是越來越緊張刺激了呢 大家應該也很好奇這種展階的老師 他畫一張漫畫稿 到底可以理到多少錢呢 那我們就從原稿、版稅、放漫播出、電影的四個部分 來揭曉這門計算漫畫家的薪水